稍微有一点点烫的 然后它这个烙出来软和 它比那种凉面凉水活出来的要好吃 这一般的活得硬一点还是软一点 就是比那饺子面硬一点就可以 把这个面揉光滑了 弄好稍微醒一下 醒个几分钟就OK了 把肉洗一下了 然后开始剁馅 还能洗一下 现在注重这个干净 干净卫生 在手切上 切一下剁馅 你这手剁的 手剁的都是纯手工的 不是那绞肉鸡绞的 绞肉鸡绞的那种不好吃 不如这种剁出来自己弄的香 好吃 对吧 现在给人家裤铺 回家吃饭 好了 那就马上就可以了 不能做的太碎了 太碎就不好了 跟它嚼的也没有嘛 区别了吧 对对对 先放点盐 放点盐 放点这个 这个 味精 放点酱油 放点酱油 然后再放点这个十三香 然后就开始 和一下 把它和匀了 对 其实我感觉这个 调料 呃 不重要 关键这个肉 是吧 肉鲜了 怎么调怎么好 对对对 稍微的来一点水 这样显得肉 让它嫩一点 哦 然后再把水 打进去 嗯 让肉吸进去 对对对 干鲜馅儿放点鸡蛋 哦 放点木耳 哦 把它先给肉和一块 然后 把它跟肉和一块 哦 先和匀了 对先和匀了 嗯 还没好吃 哈哈哈 绝对好吃 吃了这一次还想下一回 哎 葱油啊 葱油对 自己熬的 自己炸的 葱油自己熬的 对 然后把它和匀 来把鲜韭菜 对 来把鲜韭菜 太好了 哎 韭菜提味啊 对对 韭菜一定要最后放 因为要是给它 放一块了 它那个韭菜就 就不好了 这个最后放它 对 一腌就不太好了 这样就没了 味道还新鲜 哎 好吃 然后放 韭菜放上 哦 最后在韭菜上 放点香油 哦 再点点香油 对 好嘞 然后给它和匀 色香味都占全了 哈哈 已经醒好 哦 醒好了 对 就可以包了现在 嗯 10克的剂子 哦 一个是10克的剂子 对 跟包饺子差不多 对 这个 就形状不一样 对对对 就一个露馅 一个不露馅 哎 一个煮一个煎啊 哈哈哈 这是天津的特色啊 对对对 这个揪口都朝上 然后就把它按的 它擀出来 比较圆一点 对 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 嗯 现在咱都是皮薄馅大 嗯 放上 哦 看 一个里边放一个 放 馅儿 然后再放个馅儿 放一个大馅儿 一个大馅儿 一捏 哦 很简单 哦 那好了哈 那好了哈 这馅儿够足的 哦 先热上盛 对 抹点油 哦 摆上 摆上 淋点油 淋点油 哎 上干了 哎呦 真黄啊 好嘞 开始浇汁 开始浇汁了 开始浇汁了 这个什么汁啊 这是面粉 哦 便粉 便粉 哦 便粉 它就 是什么作用呢 它就放肝 然后特别脆 哦 出锅了 出锅了 哦 哦 黄黄了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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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